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是创建羽衣也要看IDOL 高人气真的是根本停不下来呢 不仅粉丝激动异常 对于粉剑语来说 此次牵授也是意义非凡 第一次出一批 然后想做一张比较积极励志向上的 想给人一种正能量的 所以说起名叫做了红 就是红代表 在中国代表比较喜性吉祥 就希望能把这种精神 这种态度纯递给大家 给我一次机会 红了全世界大宇 这么耿直的心愿 真的是十分接地气的IDOL 才能说出来的话呢 当然这跟心愿是世界和平一样 小红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粉剑语在录制EP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我觉得第一次拍MV还是挺难的 因为要边唱边跳 当时在现场也要唱出来的嘛 我是第一次尝试这种 边跳边唱的曲风 然后再就是有好多好多镜头感嘛 比如说也有尝试自己 尝试没有试过的元素 就红的那个MV里有一个红色的眼线 是从这里画到这里的 那个其实很好看的 因为当时 但是画的 因为眼线画的很浓 会很难受啊 一定要睁着眼睛唱的 其实已经难受的不行了 无论是红略带有微电音曲风 或者是爱为你出发 申请款款的抒情情歌 都被这个阳光向上的大男孩 完美诠释 帅到爆表 而最近忙碌到不行的冯剑语 在综艺节目方面也是人气节节身 接二连三的开始录制担任嘉宾 是不是真的有红的感觉了呢 就对我来讲 去上综艺啊什么的 其实是我的工作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 其实一直在电视上看啊 说这个演员或者这个明星好搞笑 上综艺好好玩 但其实自己上的时候觉得还挺难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get不到那个点的话 就会很冷场 我也在一点点锻炼吧 一点点进步嘛 至于说红的感觉倒是没有 因为我上综艺只是为了跟大家开心的玩耍 就是立志想做一个演员 想做一个歌手 所以说以后的工作重心 会去演戏 然后多积累自己的作品 然后让自己在演员的路跟歌手的路走得更远一点 综艺的话如果有合适的话会去上 这是也要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啊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